HELLO 大家好,我是歐瑪 位在大稻城的新芳春茶行已經有85年的歷史了 它把巴洛克式的建築外觀融合一點美男風格 吸引非常多的莊高克牧民而來 那它也是第一個由地主、市政府、還有建商一起合力修建完成的 今天呢就讓歐瑪帶你來聽聽這個老房子背後的故事吧 新芳春茶房它曾經是台北最大的茶工廠 於2004年的時候,新復發建設跟地主呢 原來有簽訂了一個合建的契約 不過後來市政府文化局進來之後 核定這裡應該要被作為是古蹟,所以不能拆除 那經過三方協議之後呢,市政府這邊同意 新復發建設可以把這個修建費用拿來換取作為融機 那地主這邊呢,也同意在修建之後呢 把建物就是捐給市政府這邊 新復發建設歷史四年 四至八千多萬,終於完成修復古蹟新芳春茶行 正正大道成19世紀到20世紀前半夜 台北作為茶貿易港口的產業歷史 加上建物本身結合茶行 烘焙茶工廠、倉庫、主人住宅等四種機能 因此整體空間的規劃以 活的茶葉故事館、茶文創發展平台 以茶會友三大主軸為方向 在一樓有豐富的貿易往來文物展示 二樓則是書店結合展出新芳春茶行的古器物 會在隔壁的建案新芳春 總共規劃37戶 新復發建設分回4戶 最後成交價落在一坪60到70萬左右 也因為新芳春茶行的名氣帶動 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七成的銷售 我覺得這一次新芳春茶行的整個合作模式下來 對於三榜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是一個很棒的創舉 因為對政府而言 他是做到了文化資產的保存 那對於地主來講 他也做到了把家族的這種文化繼續傳承下來 那最後當然就是得利於建商 因為建商的部分 雖然他的容積沒有辦法完全使用在這次的這個案子裡 但是他可以在他旁邊的這個新的建案 他可以蓋得更高 甚至把這個容積拿到別的案子上面去用 所以對他來說也不吃虧 他可以透過這次的案子 其實是對他自己系列樹立一個非常好的形象 那這樣的形象呢 也甚至會去加分到他旁邊的建案 所以這整個合作模式 其實我認為是非常非常聰明 是得利於三方的一個合作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